25万偷卖老龙伯,仅判刑12年定验 台中市东市分局新社分柱所前所长刘俊伟 三年前到卖公有老龙伯遭起诉 最高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,判刑12年,此夺公权6年定验 台中市东市分局拆除公有宿舍时,留下两株数型优美的老龙伯 时任新社分柱所所长刘俊伟,争取一次到新社分柱所获准 却私下将其中树林悠久、树形较美的龙伯 以25万元卖给园艺业者,改以一株普通的龙伯代替 台中市议员谢志忠接获投诉,全案财曝光 台中高分院认为,刘俊伟身为警务人员,却利用职务机会 盗取公有龙伯贩售磨砺,恶性重大,依贪污治罪条例重判 相互勾结的园艺业者张静兴,去年已被判刑一年十个月,最高法院考量 他已将偷走的龙伯,重回新社分柱所,获缓行四年定宴 东新闻台北报导 最后 判刑一池